我也在這邊公開的呼籲林佑昌前市長 請問你願不願意站出來 跟我面對面的來討論一下 當年從OT變成一個家蓋 然後現在廠商主張所有權永久歸於他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我知道我們的林部長最近常常回來市場 如果我沒有來得及見到林部長 或公開的跟他討論的話 那在他下一次來基隆的市場 我也會用市政府主辦這個活動的一個情境 在我致詞的時候 當面的跟他請益 並且請他回答 基隆市長謝國良公開呼籲 前市長也是現任內政部長林佑昌 出來面對面討論清楚 當年是如何跟大日公司簽訂契約 是今天有NET出來主張有這種產權爭議的發聲 簽訂的OT案明確的表達了要在期約莫買以後要移轉回給政府 但是前市府卻又允許得標的大日廠商 再跟NET 再跟NET 簽訂了一個私底下跟政府沒有任何公權力的合約 然後現在這個NET用這個私下的約定來主張這個原本就是政府的地跟建物上面的加蓋永久屬於他 這個是林佑昌前市長所做的決定 或者是他默許的結果 所造成的一個情況 謝國良表示東岸商場經營權已經在1月31號點交完成 由微風百貨從2月1號開始來經營 可以正常停車和營業沒有問題 東岸廣場已經點交完成 現在此刻已經可以停車 那購物消費也會造成 市民的生活也會造成 所以不會有受到任何的影響 那為什麼要2月1號一定要點交 因為我們要維護我們的合約精神 我們當初透過評選選定 就是要從2月1號開始 把營運權交給廠商 讓他們開始營運 基董市政府委任律師指出 從所有的經營契約和法令規定來看 動案商場產權屬於基董市政府所有 沒有所謂市政府強佔他人財產的狀況 我們認為這個所有權應該是屬於市政府 所以市政府並沒有所謂 強佔他人財產的狀況 這個部分跟各位報告一下 首先第一個 剛剛謝市長也說 不管這個案子是OT案還是ROT案 他最後都應該要移轉為市政府所有 在109年的12月31號 也就是第一階段期滿的時候 大日就履行了這個承諾 就把這個商場要移轉回來給基董市政府 換句話講 從109年12月之後 對基董市政府來講 這個就會是我的啊 這還有什麼所有權爭議的問題 那是到什麼時候呢 到了去年年底 內特跳出來打官司了 內特說其實錢是他出的 基董市政府才知道說 原來不是大日出的 是內特出的 所以我想澄清第一件事就是 不管是議員還是內特質疑說 謝市長或基董市政府 早就知道產權有爭議 我覺得這件事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是到去年底才知道原來有主副公司 我們主張出錢這件事 對於NET以及某位市議員 主張東岸商場二到四樓的產權 有所爭議的問題 基董市長謝國良今天在委任律師 以及國民黨籍前議長 和市議員們陪同下 直接在基董市議會 國民黨黨團辦公室 召開記者會說清楚 包括基董市議會前議長 蔡旺蓮以及宋偉利和市議員 南敏黃 何淑平 余三發 韓世玉 秦真 郭美秀 曾濟炎 以及連恩典等人都一起 立挺基董市長謝國良 和基董市政府 完全是依法行政 基董市議會的國民黨籍的議員 到底在為我們基董市政府 做哪些事情 那不借這個機會 來釐清很多事實的話 會導致讓人家 有一種錯覺 是基董市政府 在欺負我們的廠商 當然這些公文我們也都有 我們議會都有 希望大家去查 那當時的情境是這樣子 一開始的事是用OT OT跟ROT的差別就是在於 ROT啊 政府分同意你去 增鑑 加蓋或裝 這是很大的差別 那理財長市長一開始用OT案 得標之後再準ROT 這個就失去了公開招標的原則 過去我們曾經質疑過 至於新廠商的租金問題 基董市長謝國良也回應 強調外傳的租金是錯的 而所謂小金庫 則是公益回饋金 希望不要以而傳而 首先我們交通處 估出來的每年的租金 是六千萬元 是六千萬元以上 所以這個跟他當初 而且也比現在的租金 收入會來的高 那二十年我們的合約 就是可以讓市府獲得 十二億以上的租金 我再跟大家說一次 他們過去好像想要 四四而非講租金變少 租金並沒有變少 每年 基隆市政府可以 以新的 東岸的業者 取回的租金 在六千萬元以上 二十年就是一千兩百萬 一年合一 對不起 二十年就是十二億 抱歉 那他們另外 因為我現在正要提到 他們另外有提到 一個所謂小金庫 兩千萬 這個是屬於 對於地方 長達二十年 總數兩千萬的公益回饋 每年就是一百萬元 那這一百萬元 這個帳目市府 也會公開透明 沒有任何他講的 小金庫的一個情形 謝國良強調 召開這場記者會 是希望維護市政府的 合約精神 東岸商場不會是未來 唯一參加促餐案的廠商 市政府應該展現自己的信譽 未來才能持續吸引更多 優質廠商進駐基隆 為基隆帶來更多的商機和服務 貫責執行 基隆歡迎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基隆歡迎 基隆 基隆 福報競